真地要买人 保理人员核对健保卡等资料 确认午午后即进行疫苗施打 这里是基隆港务大楼邮轮转运中心 完工后还为正式营运 就先变身为基隆市完成上网预约 疫苗施打民众的六处集中施打站之一 不但环境新颖 还看得到停泊在港边的立行邮轮 成为全国唯一可以欣赏到邮轮的施打站 今天是民众预约 然后集中施打的第一天 早上就有非常多民众来到了现场 施打的非常的一个踊跃 我们把它安排在港务公司的场地 非常的宽敞 很多人进来 人家说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 那当然因为是刚盖好 还没有对外正式的启用 所以崭新的一个邮轮的转运中心 也让大家觉得在施打疫苗的时候 是一个新的体验跟享受 那这个施打点应该是全国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得到邮轮的一个施打站 借用港务公司施打站 启用第一天上午就吸引了300多位 完成上网预约登记的民众前来接种 施打率破九成 有民众就高兴的说 没想到那么快就可以打到疫苗 感觉很安心 感觉没什么问题 不过就是要看后续的症状 有没有什么影响 本来是说用那个年纪 可是这个年纪那个距离很大 没有我想象那么慢 对很方便 因为我们不用等里长那边的造册通知 然后我们只要上网去订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很方便很快就可以打得到 对这样我们会很安心 我觉得这个这个真的很好太好了 这一处由基隆长跟医疗团队支援的施打站 也设立三道关卡 透过健保卡X卡与健保局连线 确认是否打过疫苗 以及在施打前 在X卡登陆施打疫苗种类等做法 避免疫苗混打的情况在基隆发生 那目前状案的规定 并没有开放疫苗的一个混打 那在今天的一个施打站 我们早上也有发现 有两三位的民众 那他是没有预约登记来到现场 那现在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三道的一个关卡 那在第一道关卡会先检查你的身份证 然后核对你登记的这个身份是不是正确 然后到第二个关卡会插卡 会把你的健保卡要插卡 来确认你是不是曾经打过疫苗 或者是打过什么疫苗 所以那个健保卡一插下去就知道了 那到第三道关卡是真正你要施打之前 还要再插一次卡 那一次就会在你的健保卡上面来进行注记跟登陆 你今天是打了什么疫苗 所以我们是有三道关卡在把关 所以不至于会有发生其他县市说这个误打 或者是混打的这个状况 李二昌也提醒 指挥中心已经宣布将疫苗预约平台登记 延长到7月19号中午为止 呼吁市民踊跃上网登记施打疫苗 越多人登记中央就会剥复更多疫苗 只要登记就一定打得到疫苗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本集吧 医療 老医嫁